政府机构 我们来关注一则记者稿件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9月15号 记者SIN独家报道 随着各类犯罪案件的激增 华人区的治安环境已经成为大家忧虑的话题 有民众称禁止他在罗兰港香港广场的某家中餐厅吃饭的时候 在夜里竟然看到广场里有一个男子躺在车底 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对于这种可疑情况 华裔警官建议不要靠近立刻报警 叫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建议记报 那有一位洛杉矶居民Christy表示 他近日去罗兰港香港广场某家中餐厅吃晚饭 大概晚上8点多将近9点钟的时候 我准备从餐厅回家 坐到车里的时候一上车 停在后面的朋友马上打电话给我 问我锁门了没有 他说这是因为我隔壁的车子底下躺着一个男人 回想起上车之前 我还在和朋友与车边聊了一下天 当时他应该全程就在车底躺着并且看着我 Christy说他当时吓到已经不敢说话了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而且当时就我一个女生坐在车里 而这个在我隔壁车躺下的这个亏僻的男子 就还在当时的车底下 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我脑海里面满面想的都是 如果他冲进我的车 他该怎么办 他躺的位置也很奇怪 我把车倒出来之后 他的位置又移动了一点 我当时也吓坏了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也没有看出来他是什么族意 Christy说 女生在晚上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车之后把车门锁好 提高警惕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 洛杉矶怀警官David Chee建议民众 平时出门的时候要提高警觉 注意周遭环境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人士 不要靠近要立刻报警 马上通知警察 一定是建议即报 如果不报警的话 相当于是姑息养奸纵容犯罪 报警之后 如果警局发现嫌疑人是累犯 那么会尽力逮捕 David表示 现在哈岗罗兰港 其实都是非建制地区 哈岗属于工业市区辖馆 罗兰港属于核桃8 核桃市钻石8分区辖馆 那洛杉矶警局24小时都有为民众服务的警员 并且配有中文翻译 如果出门在外遇到紧急情况 不知道警局号码可以直接拨打911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